飞蝶说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蝶一分钟 每周一至周五更新 闺蜜男友买了件爆款衬衫 本想把袖子撸起来装个逼 却搞出了下地插秧的feel 想卷出帅气有型的袖子 我来教你呀 一 经典卷法 解开袖口上的两粒扣子 以袖口为宽度 把袖子整齐地向上反复折起 做办公室的话 就卷到七分袖的位置 让肘尖藏在你的袖子里就好 如果你身材很nice 或者业余活动时帮女同事搬家 把袖子再卷高点 裂出建树的肌肉也会很帅 二 休闲卷法 解开袖口的扣子 往上折两次 然后随意录到自己喜欢的位置 这种卷法适合平时洗脸洗脚洗盘子 以及各种随意的场合 更利索 更霸气 三 大师卷法 如果你立志要做个fashion boy 可以先将袖口往上提起到肘部 接着把下面的袖子再往上折一次 制作出一丢丢的袖口 这种卷法适合喝酒和约会 下班会酒友和见妹子时采用 Oh shit 袖子放下来记得运运瓶 种个垃圾的特喽 如果衬衫搭在毛衣 或者针织外套里头 也可以卷袖子哦 直接拉出袖口 包住外套的袖子来往上翻 毛衣折一次 保管针织衫 卷到肘部就可以了 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 教你更多技巧 提升逼格 做精致男人